我要勸就是说 在外遇这一个关系里面 已婚的 你继续点灯喔 不是 已婚的妇女朋友 千万不要去走这样的路 因为我的故乡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 我称她是最可怜的原配 然后最悲惨的小三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妇女朋友 就是在老公的身上得不到爱 她就会找一个肩膀来依靠 可是你的婚姻还没解决的时候 你在走钢索 其实是很危险的 那我要讲这一个就是 这一个妇女就是说 她嫁的老公就是爱喝酒 又爱家暴 然后就常常打她 那又工作又不稳 所以呢 几乎是整个家庭都她在养 然后有两个小孩她要养 又要照顾公婆 所以她等于是疲于奔命 然后呢 又要孕妇老公喝完酒回来 又要对她这个疲肉相向 就打她家暴这样子 然后她就很痛苦苦不堪言 结果呢 就是老公偶尔会带她的朋友 然后夫妻到家里来吃饭 她就以为说 这一对夫妻可能可以帮她 因为她看到那一对夫妻是 关系蛮好的蛮恩爱的 然后她 因为就是传统的观念 她还是不想离开这个家庭 因为有孩子 然后她就打电话 给她老公的这一个男性朋友 就跟她说 你可不可以劝劝我老公 酒不要喝那么多 那我还有家庭要照顾 她常常打我 我都已经来凶啊 那我对这个家付出那么多 她可不可以对我好一点 她就开始叙述 她老公怎么对待她 然后她的心声 就常常打电话给这个 这一个她老公的朋友 我说这个姓林的好了 这个林先生 这个岂不知这个林先生是一批狼 是一批狼 她就跟这一个妇女朋友 她的老公讲说 你母亲说你多亏气 怎样怎样 她并不是劝她 反而去 讲话 对 讲话的话 然后呢 这个 她的心里回去 她老婆回去 再打 打得更严重 结果这个老婆就 又打电话给这个姓林的朋友 就说 她今天又打我了 她以为她是她出口 诉苦的对象 然后这一批狼 这个林先生就跟她说 哎呀 嫂子 如果这样好了啦 你如果心情不好 我就出来陪你喝咖啡 结果这个 这个妇女朋友以为 她找到一个可以谈心 请恕的 请恕的对象 以为她找到另外一个肩膀 结果这一批狼 就是跟她就有关系了 有关系 刚开始她就说 没关系 你老公没有好好照顾你 那我来照顾你 你那么好 那么贤惠 她怎么不懂得珍惜 于是呢 她就在外面租了一个小套房 然后那个小套房 就成为他们约会的地方 好 那后来呢 过了几个月后 刚开始都很甜蜜 过了几个月后 这一批狼开始跟这个 女性朋友说 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笔钱 我最近怎样 手头比较紧 她就说 我要养小孩 我又工作也没赚多少钱 我老公又没有钱给我 我也很紧 她说你去想办法 你就帮我这一次 这个妇女朋友就觉得说 她这段时间都陪我 给 就是说好像真的很照顾我这样 就借了她一笔钱 借了一笔钱之后 过不久 她又跟她借钱 就借了两次 她就觉得 我在外面跟朋友借 那你跟我说 借了会还我也都没有 她开始产生压力 到第三次 她要跟她借钱的时候 她没钱借她 这一个姓林的 就开始打她 打得比她老公凶 结果她就开始说 她后悔了 她觉得她错了 她要分手 哇 她开始跟这个姓林的 说要分手 问题就来了 这个姓林的 就回家找她老婆 她老婆也知道 她跟她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 有一点病态 这个林姓的老婆 也知道她老公 跟这一个朋友的老婆 在一起 然后她就跟着她 骑机车去 去骂这个女的 说你都跟我老公在一起了 你怎么可以说 分开就分开 还这样子 对 对很奇怪 然后后来 这个女的就说 我这样 我怕会出问题 她就找了各种借口 就说要分开就对了 然后结果 这个男的就抓公 就用那个铁丝 把这个女的手脚捆起来 软禁在那个小套房 那这个妇女朋友 就每天晚上 其实以前去约会 晚上都会回家 因为她的小孩要照顾 这一次怎么一个礼拜 都没有看到人 就开始到处找人 那父母也去报案 找不到人 然后后来呢 就是她虽然就用铁丝绑住她 这对夫妻还会送吃的去给她 好 到了第七天 这个女性朋友就是在央求说 让她回家 让她跟她分手 这样子就苦苦哀求 这对夫妻还是不答应 所以她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说 伪装说她肚子很痛 你把我铁丝打开 让我去上厕所 这样子 那后来她就一直哀求 她太太就把铁丝打开 结果她就从那个七楼的窗户 往下跳 寻死 对 就死了 你看她在 你看她在回家 她也要面对 从今以后 这个姓领的男子 时不时的来威胁她 她还能活吗 因为我们的爱情悲喜剧 为什么到底这变成了 那个血腥暴力 因为就是很悲惨 所以我知道这一个新闻 就在我的家乡那边 那我就替这个妇女朋友 感到很悲哀 其实有女人都是需要被疼爱的 然后她在那个极度没有爱 又需要一个肩膀的一个状态下 却寻找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你看就变成这样的结局 好